不知不觉间,斯罗转会尤文已经快一个月了,在登陆意大利后,葡萄牙超级巨星也没有闲着,它在慢慢融入到新的球队和新的环境中,新赛季的意大利甲级联赛,将于三天后的凌晨展开,尤文图丝的首轮对手是切握,斯罗和尤文已经做好了冲锁。 在媒体看来克里斯蒂亚诺·罗奈尔多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在意大利新生活,据英国媒体《每日邮报》的报道,前皇家马德里队的偶像住在独陵山上的一座别墅里,尤文图丝给了斯罗不少著作选择,他选择了一个幽静的位置,位于上帝之母教堂的背后,这座房子离城区很近, 一个极简主义的现代建筑风格,有超大的窗户,以便于周末的礼拜,斯罗的新家有八个卧室,多个健身房,当然少不了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,它位于一个僻静的地方,这里非常适合保护球员的个人隐私。 罗马尔多将与女友旧Generals Rodriguez,还要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在这里,她的母亲洛雷斯已经返回了葡萄牙老家。 斯罗把她的厨师、营养师和理疗师带到了独陵,尤文图丝对斯罗拥有自己的理疗师没有任何问题,尤文图丝第老板约翰艾老坎将是葡萄牙人的心灵之之一。 在都里每个人都喜爱这位新来的前锋,即使是如年纪大的球迷,只要球员是来自于尤文图丝的,那么,在这条,街上它就是关注的焦点。 以前,意大利媒体曾引用过意大利都林明星Lucy Annelette Sato,女演员不太喜欢有心的明星来到这里,但她的闺蜜极力地否认。 他们说,自己是尤文图丝的fans当然也是斯罗的fans。 面对足球,都林的球迷永远是充满了笑容的。 在过去的七年里面他们获得了七个联赛冠军,这已经让球队和球迷很满意了,但他们不满足,他们也需要欧贯,最好是两个,塞罗的到来是轰动性的。 此前,尤文图丝也引进过很多的大牌球员,即使是布冯,佐夫,罗伯特巴乔这样的国内球星,还是劳德鲁普,普拉蒂尼和维埃拉这样的外员,都没有斯罗的效应轰动。 他们的球迷在等待着,不是在哪一次联赛冠军,而是站立在欧洲之边,这个曾经属于他们的位置。 在维埃拉、埃莫森和卡佩罗到来的时候,尤文的球迷一度以为自己的球队能够重新获得欧贵,但电话门上这一切成为了泡影。 如今,机会再次来临,由于尤文球队建设上,一直走,到正确的大路中,所以目前球队人员搭配很合理。 即使斯罗的到来,也没有引起其他球员心惊的变化,意大利记者透露,斯罗已经和巴尔扎利,基因耶利尼打成为一片,但事实上,几天的训练后,斯罗却和迪巴拉狂欢的在一起玩耍。 可以看得出,斯罗已经完全融入到新球队中,和封线搭档的,默契有助于球场上的配合,和老将,后卫的相互了解,能够更快的适应一甲的防守。 新赛季中,斯罗和迪巴拉加林内出现在尤文的封线上,在新赛季,他们将散心启发,为球队贡献更多的进球。 在埃根廷,迪巴拉被称为基梅西,虽然梅西本人暂时不会来到意大利,但在新赛季的意大利联赛中,我们还是有幸可以看到斯罗和梅西的组合。 当然,这只发生在尤文图色队中。